我們剛剛一路討論到現在 我們發現其實台灣 有很多工作 而且就是高薪 但是是苦工 所以就一直單謀狼 當然我們也歸納到現在為止 包括很多工作室 工作環境很惡劣 或者它的社會地位相對較低 但是其實這個薪水是高的 你不做 這怪誰 小梁 好 所以我們最近有聽過一個 還滿好笑的笑話 就是說有一個老闆 他聘了一個員工 那他去第一天上班的時候 老闆就問他說 你第一天上班來 那去掃地 然後員工說 可是我是大學畢業生 老闆就跟他講說 沒關係 你不會 我少一次給你看 就告訴我們什麼 現在大學生通常都沒有專業 對不對 那再來就是他們都以為 自己大學畢業就該幹嘛 就該去辦公室坐著 乖乖看公文這樣 其實錯了對不對 大學畢業生已經太多了 太多了你就價值就比較低 那你以後要幹嘛 其實有些工作公文 就沒有擦那個學歷 像我伯父他在做 那個遊覽車的噴漆跟烤漆 他那個做學徒月入就6萬 你三年之後變師傅月入10萬 可是還是找不到人 因為他這樣就聽說 他要去那邊 就是沒有冷氣 然後又要流汗 然後又有那個危險性的氣體 所以聽了就沒有人要去 大學生的客班印象 我覺得台灣太重文品跟學歷 那相對的我們的技職 就比較不被受重視 那像在新建的國家 德國 美國 他們就比較重視這種修車的 像保姆 我有朋友就是專門唸保姆科 然後他之後就是專門幫那種名人 然後帶那種他們的小孩 不過這種保姆他也算滿高風險 如果有錢人家的小孩 你帶出事情的話 你就賠不起 那他的時薪也是一天 大概400塊美金 他兩天下來的工資 就贏過我們台灣的22K 所以要放下刻板印象嗎 一技再生比什麼都重要 其實最近彭博市長 就紐約市長彭博 他最近講了一句經典名言 我覺得還滿有意思的 他說成績不夠出色的學生 與其你們花了很多錢 去想辦法打工 去繳學貸 不如好好去學一技之長 去當水電師傅 去當木工師傅 我覺得其實這個觀點 也滿值得觀眾朋友 還有一些年輕的學生 這在台美 其實無法直接拿來比較 因為美國學費 政府是很少補助的 台灣的學費政府已經是誇張的補助 一直補助 瘋狂補助 如果你比較一下 兩個補助的就會發現 在台灣讀大學是一個 非常值得的投資 在國外就不一定了 沒有 不對 怎麼會是值得的投資呢 因為你投資萬出來之後 你找不到工作 這怎麼會值得 對 要去掃地都不會 在台灣 你要比說 如果你大學畢業 跟高中畢業的薪資差的話 在美國的話不一樣 因為美國學費真的很貴 在台灣學費很便宜 所以就會導致說 我覺得一技之長 太多的價值 因為你現在大學畢業 如果你是一般普通科大學畢業的話 你完全沒有任何技能 所以你不如說你現在 即使是高中畢業 你願意去做 我們剛剛說那些比較特殊的 行李薪水可能更高啊 對啊 當然 所以很多人就會因為大學便宜 他去念了之後 就會以為我是大學畢業生 就有一種比較憂鬱的 結果我要接觸你的感覺